今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 良好的国际形象也让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加 很多热衷国际话题的外国人开始研究中国社会 凡是与中国有关的国际话题都会有一大帮网友热烈讨论 在中国生活过9年的戴维斯里德 在回国之后便以中国问题专家自举 分享了很多对中国人中国社会的见解 在社交网络上他也常常参与到关于中国的讨论当中 在一个中国发展为什么这么快的讨论之下 戴维斯提出了一个观点 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总爱提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除了中国人自己谁也不能解答 中国人总喜欢问为什么我们会比国外落后 戴维斯说中国人会找出国际范围内中国不如外国的地方 然后会很不服气的提出为什么我们不如国外 中国人把这样的问题抛出来然后着手去解决 我们会问为什么瑞士是不要能做得这么精致 而我们却不能呢 为什么我们的导航系统不如美国 为什么我们的葡萄酒不如法国的好喝 为什么我们的某项科技与国外同时起步发展却不如国外 为什么我们的软件人才在硅谷不如印度人受欢迎 中国人的目光已经从原先只关注身边的事物 发展为放眼全世界 戴维斯感叹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他们认为别人能达到的技术 他们不可能达不到 中国人对此有着充分的信心和耐心 我们就好像装修房子一样 会问我们的地板为什么不如隔壁家的好 弄来最好的地板之后呢 又会问为什么我们的壁纸不如隔壁家的好 当壁纸也变成最好的时候 我们又会问为什么整体装修风格不如别人家的美观 当我们装修到终于让自己满意之后 又会问为什么我们后花园里种的花没有别人家的好看 戴维斯认为这就是中国人思维里最让人不解的地方 也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 我们认为中国人创造了很多奇迹 但中国人却认为 如果不能在所有能想到的领域都做到最好 就永远不是该骄傲的时候 网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段子说 国力要和美国比 福利要和北欧比 环境要和加拿大比 机械要和德国日本比 华为中型小米要和苹果三星比 联想要和IBM比 长城奇瑞要和通用丰田比 龙芯要和英特尔比 C919要和波音空客比 因为一个国家的制造 PK整个世界的全部高端 而且还只能超越不能落后 但是我不知道 有哪个国家建国几十年 就能靠着自己的努力达到中国建筑的领域 为什么我们仍然有理解 作为普通大众 我们只能思考并抛制这些 而最终使我们跨入了明星行业 恰恰是那些默默闻闻的科研企业人 他们没有娱乐明星那般受认识 也不像明星那般明屁双手 但是他们耐入寂寞与冷静 用智慧和才能 实现了我们所有人的理想 明星的荣耀只是一时的无患 而科研工作者 他会对国人的怨怨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但是我们会感谢冰淇淋他们整理的手势 我们应该向他们决定 因为他们才是更重要的国家